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将在11月4日举行 官方陆续贴出相关资讯 其中周冬宇担任华语电影青年推介人 官方也晒出多张宣传照 不过只有眼界网友发现 周冬宇原本是穿着一件 会露出肩膀和侧腰的礼服 然而官方却将无袖披成长袖 侧腰露出来的部位也披上了一块布料 整体就像是穿上了西装外套 另外网友还发现男性女士 原本穿着一件白色绳衣西装 官方也帮她加上了一件白色内搭 遮住露出来的胸膛 照片曝光后 网友们全都傻眼狂酸 天冷了怕着凉 怎么不披只剩下眼睛 都什么年代了真实无语 在路网引起热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